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不用一生开药番 可见冬天经常吃一些萝卜 对于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 也确实如此 萝卜的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都是非常高的 从古至今,萝卜一直非常受人们的喜爱 它也有小人生之美名 那么冬天常吃萝卜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第一,可以改善心血管的健康 萝卜会影响益氧化碳的产生 益氧化碳可以放松平滑肌组织和增加局部的血流量 这样就会导致血管松弛并降低血压 帮助降低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 第二,有助于糖尿病的治疗 萝卜具有抗糖尿病的作用 萝卜可以增强人体的抗氧化 防御系统并减少制有机的积累 促进能量代谢 减少肠道中的葡萄糖吸收 从而帮助糖尿病患者稳定血糖 第三,促进肝脏健康 萝卜可以帮助肝脏排出毒素 对于肝脏是非常有好处的 萝卜当中含有的高浓度介质油肝 可以促进肝脏的健康 萝卜当中发现了一种生物活性的化学品 还可以有效的治疗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第四,有助于治疗肾结石 在饮食当中加入萝卜 可以降低矿物质在尿道中积累并形成结石的可能性 第五,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 萝卜中的萝卜流速可能对关节炎有益 该化合物有助于预防软骨的破坏 一周吃下几个萝卜 不光可以当零食 也可以预防骨关节炎 白萝卜营养丰富 要用价值高 但是医生提醒 以下这三类人最好要少吃 第一,就是脾虚者不适宜吃 因为萝卜具有下气、消质的作用 脾胃虚弱的人具有胃辣不佳 大便弹蟹等的症状 吃了白萝卜就会加重这种症状 第二,就是哮喘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患者 不适宜吃 萝卜性良不是以虚寒为表的可喘病症 第三,就是正在服用滋补中药的人群 因为萝卜下气和消质的作用 中医认为行气太过 则容易迫弃 因此吃萝卜会对补气血的中药有人生 还其的补益作用 存在着一定的妨碍 会发生化学反应 而影响滋补药性、药物的吸收 导致药物的疗效变虚弱 很难达到理想的治疗目的 第三,萝卜最好不要和以下这些食物同时 第一,萝卜不能与胡萝卜同时 白萝卜当中含有的维生素C含量比较高 而胡萝卜当中则含有一种对抗维生素C的分解酶 这两者搭配在一起食用 会使白萝卜当中的维生素C损失惨重 因此不适宜在一起吃 第二,白萝卜不能与橘子、柿子一起吃 当萝卜摄入人体后 迅速的产生一种叫做 硫氢酸盐的物质 而橘子中的绿环酮物质 在肠道转化成为 强本甲酸以及二维酸 它们的硫氢酸盐 作用加强成硫氢酸 硫氢酸抑制甲状腺的作用 很容易诱发或者导致甲状腺肿肿大 白萝卜不能和丝瓜一起吃 白萝卜和丝瓜都属于含良性的食物 如果两者一起食用会伤元气 导致阳尾早泻和糖尿病的可能 第四,白萝卜最好不要和黑末一起吃 虽然白萝卜和黑末的营养价值都很丰富 但是这两种食物是不能一起食用的 一起吃会产生香克的反应 白萝卜是可以帮助肾气和消肌的 而黑末可以帮助清理肠胃 有润肠通便排毒的作用 但是如果两者一起食用的话 可能会产生脾炎 五,白萝卜不能和人生同时 萝卜最好不要和滋补的药材一起同食 因为一起吃的话会抵消滋补药材的功效 第四,白萝卜的这五种吃法更养人 白萝卜加利润肺清热化糖 的确有润肺清新 去痰降火的功效 跟白萝卜一起榨汁喝 不仅能够遮盖白萝卜的辛辣味道 还可以让食疗功效加倍 秋冬季节特别的干燥 脾胃不好的人 如果不能喝太多凉的果汁 我们可以将两者搭配在一起煮水喝 白萝卜加羊肉 滋养干肾不上火 秋冬季节吃羊肉可以驱散寒冷温暖 还能够达到补气抑血 滋养干肾改善血液循环的效果 肉生糖羊肉吃多了容易上火 就可以和白萝卜搭配在一起 不仅可以化糖卸火 还可以解油腻 白萝卜加葱 冬季是风寒感冒多发的季节 感染风寒后人会怕冷怕风 出汗少 鼻塞 流鼻涕 咳嗽 有糖 这个时候应该吃一些让人发热的食物 把葱段 姜片和白萝卜一起煮汤 有上寒 止咳的功效 这道汤还可以预防感冒 这样搭配煮的汤 可以缓解风寒感冒的情况 有去火的效果 止咳化糖 白萝卜加海带 海带和紫菜含点量丰富 白萝卜和海带一起煮汤 有化糖消肿的功效 对预防甲状腺腺肿大有一定的功效 白萝卜加冰糖 止咳 润肺 白萝卜性凉 胃肝 入肺 胃筋 对肺胃有热的人食用 白萝卜和冰糖搭配煮水喝 可以缓解咳嗽 适合喉咙干燥 湿雅的人群吃 白萝卜加鲫鱼 温中下气 健脾 利丝 白萝卜和鲫鱼搭配在一起熬汤 能够起到温中下气 健脾 利丝的功效 白萝卜加蜂蜜 不易沸腎 化糖解毒 将白萝卜切成段 中间挖个坑 倒入适量的蜂蜜 放入几颗枸杞 上锅蒸 一小时即可吃 特别适合抽烟的人食用 白萝卜加香菇 防産膏 预防肿瘤 研究表明 萝卜能够降低体内胆固醇 和血脂的浓度 对于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预防 很有好处 另外白萝卜里面富含木质素 木质能够帮助细胞吞射细菌 坏食的异物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香菇也有很好的降压 降血脂的功效 白萝卜加豆腐 补充蛋白质 美容养盐 白萝卜和豆腐也是绝配 天气冷啊 来一道热腾腾的白萝卜炖豆腐汤 低热量 高纤维 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 中老年人多吃 补充营养 女性朋友多吃 美容养盐不怕胖 萝卜便宜营养又好吃 我们家家都买得起 是很多家庭冬季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 有很多的功效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吃萝卜的禁忌 萝卜如何搭配更有营养 看完视频我们就知道了 萝卜有些什么禁忌 你知道的萝卜如何搭配更有营养 秋冬季也是萝卜大量上市的季节 也是吃萝卜最好的时机 大家不妨在秋冬季节 适当的多吃一些萝卜 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咚咚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